早安,欢迎收听和收看孩子聆听 今天我们来到《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主题经文 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第十二节说到 《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扇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华都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要说的主题是神没有生你的气 我们从四世纪里面知道 自从以色列人的领袖约束亚还有那些见过神作为的长老们死了以后 以色列人就开始任意而行 他们开始离弃神,跟着迦南人拜起偶像来 在当中的遍阳闽人还包庇匪徒,杀害别人的妾 不但只是这样,其他自派的人还联合起来报仇 差一点就把边雅敏自派给灭掉了 后来他们还找借口杀了激烈雅笔的人 强迫他们的处女给边雅敏人做妻子 更可怕的是,他们拐带那些在烟花戒气里出来跳舞的女子 这都是些什么行为啊? 跟现代的恐怖分子,又有什么区别呢? 以色列人因为犯罪得罪神 以致月桂都在打仗的时候被费利斯人辱去了 后来月桂是被送回来了 可是神却因为百姓暂自观看月桂 而击杀了七十人 神是在生我们的气了吗? 神不要我们了吗? 后来以色列人回转归向神 他们后悔自己过去的行为 撒姆尔召集他们到米斯巴那里去献祭祷告 就在这个时候啊 费利斯人起来围攻以色列人 小朋友,你觉得神还会听以色列人的祷告 还会救他们吗? 现在让我来给小朋友们讲一个故事 小郑红和小郑少两兄弟啊 在玩闹的时候 弄坏了爸爸工作用的电脑 结果爸爸非常的生气 狠狠的折罚了他们 下午的时候啊 爸爸在家里 忽然间听到小郑红和小郑少 在屋外求救的声音 于是他立刻冲到屋子外面 看个究竟 原来啊 有一群猴子正在围堵小郑红和小郑少 猴子们想要小郑红和小郑少手里的香蕉 爸爸立刻拿起扫把 把猴群赶走 然后把吓坏了的兄弟俩 抱在怀里安慰他们 爸爸并没有说 这两个小坏蛋弄坏了我的电脑 现在就让猴子来欺负他们 我不要这样快速去帮他们 不是的 爸爸会立刻冲出门去 拿起扫把猴子赶走 同样的 在撒姆尔记上第七章第十节告诉我们 撒姆尔正在先凡记的时候 非利斯人前来要跟以色列人争战 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 惊乱非利斯人 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 在这里 神没有拿起扫把 把非利斯人赶走 但是神打了一个大响雷 大大的惊吓了非利斯人 虽然以色列人做了许多 神不学的事 惹生生气 但是只要当他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 神是满有怜悯慈爱的父神 必定在第一时间站出来 保护拯救他们 为他们征战 就像爸爸会第一时间跑出去 帮助小郑红和小郑少一样 同样的 无论你过去做错了什么 只要你回转归向神 神一定会帮助你 因为神没有生你的气 愿神是父听他话语的人 帮助小郑